声音是有温度的,夜晚的声音会发光。 东西,无形中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忘不掉的终会淡忘,放不下的终会释然。 每个人在分手的时候都有过这辈子都放不下,死了都不可能再爱的念头。 我妹那会儿更是如此,三天两头去求对方附和,整天在朋友圈被一春伤秋。 很多人都觉得她大概是走不出去了,其实只是时间不够长罢了,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 时间这双无情又温柔的手,终究会为我们抚平心上所有的伤痕和不甘,然后拍拍肩膀,告诉你,没事儿,你还可以继续往前走。 那个曾经哭喊永世所爱的是她,现在又一次找到了真爱的,也是她。 开玩笑聊起从前的日子,她都忍不住自黑自己那时的天真。 现在想想,其实分手真不是什么要生要死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别人是自己生命的必要组成部分。 没了水,没了水,都不会死,不过是痛一会儿,会痊愈的。 曾经的歇斯底里可不肯放手,不过是当局这谜,就像小时候刮奖,刮出了谢字,也不舍得扔。 非得把谢广坤,挂个干干净净,才肯放手。 在看看长大后的我们,转发抽奖那么多,还不是转玩就忘。 谁真的会闲着没事儿一个个去对着时间,看开奖结果,翻遍名单,找一个自己的姓名。 没有通知就是答案,虽然不甘心,但也能笑着接受。 就像当有人要离开我们的生命时,也许会有一段无法接受的日子,但那总会成为过去的。 无论你当下经历着怎样的痛处都不要着急,再等等,你再等等。 十年后,你现在所有的难过都是下酒菜。 等时间过去,等自己,真的成了过来人。 人是三苦,放不下,忘不了,舍不得。 人是三宝,放下,忘了,舍得。 有些人总是说什么放不下,离不开,伤不起,整得这辈子好像到这里就要结局。 其实你的一辈子才走了不到四分之一的路程,未来多的是你猜不到的事情。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放下无论早晚,其实都是必然。 每一个故事都有暗伤,爱情说到底不是一个人生活的全部,只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你的幸福与爱情有关,但爱情绝不是幸福的唯一指标。 失去是人生中无比平凡的事情,几乎每个人都在经历,没有人能搞特殊话。 梦遂过后,便知缠绵匪辞的荒唐。 明白熙熙攘攘当中的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要趣的海角天阳。 今年过后的某一天,当你和朋友吃饭闲聊,笑着谈及以前曾经爱过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那个让你食不知味,夜不能寐的那个人,造成了不嫌不淡的路人家,再掀不起你内心丝毫波澜。 往事如风,那些在记忆中安放过的曾经,就像看过的一场电影,听过的一首歌,吃过的一杯冰淇淋,过去了,便是过去。 故事的结尾太多离散,其实你我早已习惯,敬往事一杯酒,从此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开始英雄,就让往事都如烟。 欣然与过去和解,人是未来佛,佛是过来人,放下该放下的人,退出没结局的剧。 人这一辈子其实就像是一部电影,启程转合,场景调动,幻觉改变,都太自然不过。 那些注定要失去的东西,就让它顺其自然,不必非要勉强,转身的方式有那么多种,不必非要选择黏黏糊糊糊,潺潺绵绵的那种,一点都不哭。 倒不如心态淡然,放下之后得自在。 没错,你曾经爱过的,这是无法更改,也无需后悔的事实。 但这事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的一夜能不翻就别翻,不然就容易,永远都走不过去。 已经过去的人就像发霉了的面包,发酵了的牛奶,昨夜的茶,隔日的香。 即使你记得当初有多美好,却永远都恢复不了当初的面貌。 很多事情真的只适合收藏,而不是撕扯和难忘。 很多人,如果最后没有在一起,也不必他难过,能相伴一场,也是缘分世人。 在你最孤独的时候,他曾经来过,在你还没真正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他给过你一些答案。 他教会你,该如何以更舒服更成熟的姿态,去面对和享受爱情,去好好爱别人,那不就够了吗? 回忆本可以非常美好,只要你能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大大方方今往是一杯酒,坦坦荡荡,对过去放手。 熬不过去的日子,就让自己忙碌,想念的日子,就看看清晨的日出。 愿你忠于自己,笑得放肆不羁,走得潇洒自已。 愿你成长,愿你碌碌大方,枯木不逢春,不负众望。 余生不长,学会放下。 往事成空,结散于城雾中,迷失在竹林中,铁桥边的女子。 不懂吹 肆意的冷风 写凌冽的刺痛 带假意的温柔 不懂看 街边的梧桃 质感的裂缝 树根的空洞 无作 愁落愁张 热愁怅念别妄想 街困帮爱望潇藏 心还滚烫不素之客 依赖放对风叫嚷 也无妨对水歌唱 人自上身我在掌 身魂摇荡 故事几张 梦一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日落了 看街边的梧桶 赤感的裂缝 树根的空洞 梧红 潮落潮绽 惹惆怅念别妄想 结困绑海网消苍 心还滚烫不速之客 一来放对风叫嚷 也无妨对水歌唱 人自上身我再唱 神魂摇荡故事几章 梦已成 往事成空 解散于成 无中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